宁然死成病了 你知道的 不要在乎她的话 当然了 我不会跟弟弟计较的 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亲人 对 大姐对我最好了 原来是穆大小姐 替她驯服的兽啊 那就不奇怪了 什么不奇怪啊 自然是不奇怪 为什么这狮子好端端的会发疯了 差点弄死穆三少爷呀 还请姑娘明示 欺品胜兽 根本不曾被驯服 不曾与穆三少爷契约 可是大姐明明告诉我 她替我成功驯服了 并且给我契约了 仙女姐姐 你是不是弄错了啦 穆姑娘 你说呢 到底是你记不如人 还是说你是蓄意谋害 姑娘 怎能如此信口开河 你这样 简直是在毁了我 无目凝然 此生还没有被人这般污蔑过 与其让你再这么羞辱我 我宁可 就意图撞死在这里好了 那你 去死啊 怎么不去死了 姑娘 若是今日 你能拿出证据 证明我不曾将契约授予三弟契约 那我便心甘情愿 接受任何代价 但 说是不能 那就是你在空口白牙 凭空污蔑于我 我需要你付出代价 狮子 告诉大伙 你有没有跟穆三少爷契约 有的话 你就点点头 没有 你就摇摇头 不 不可能 一定是巧合 乖 如何 穆小姐 你想要做什么 不是你说 让我拿出证据的吗 如何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吕次 吕次针对于我 无冤无仇 你都让我儿子 给你弟弟殉葬了 你说 这还是无冤无仇吗 我也只是 心事糊涂啊 收起你那可怜的无辜药 我不吃这一套 再说了 你弟弟 不是你害死的吗 父亲 是我的错 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将那新品圣售 给契约了 没想到 是我自己的实力有限 竟然失败了 三弟 是姐姐对不住你 你就惩罚姐姐吧 父亲 三弟 竟然多亏了 有这个姑娘在这里 我没想到 这姑娘的训受水准 竟然远在我之上 姑娘 我真的错了